柯文哲身邊的女人呢 也有她啊 蔡壁如好不好 蔡壁如在二零二四 跟民眾好像關心 跟柯文哲的關係 會怎麼樣 哎唷 阿信 感恩的心 我差不多也想到那這樣 你不覺得她真的是苦命嗎 對啊 就是那一種 開疆僻土 然後突然之間 晴天霹靂 然後呢被拋棄這樣子 然後老公也如何如何了 然後兒子又跟他鬧翻了這樣子 偶爾還要演出一個離家出走 我在講的是阿信的劇情 我不是在講蔡壁如本人 可是那個艱辛 那些甘苦 感覺上很像 你像不像那個小阿信 在那邊當女傭的那個態度 然後好不容易能夠當家作主 就好不容易當家作主之後 很快的呢 結果老公又被婆婆給 關注了 然後他就必須自己出來求生活 還要帶著小孩 然後開那個小吃店 苦苦的等著丈夫回頭 怎麼辦 他應該他會不會趁著過年 把阿信再重新看一遍 可是真的是有強烈的 臺灣的主角 吉士感 叫做苦心蓮 有沒有看到 沒有耶 臺灣的版本叫苦心蓮 就阿信這部戲太紅了 在臺灣衝播很多次 所以不同的年齡層 應該都有看過這部戲 你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他會繼續當阿信 2024肯定 我認為他會啦 我不認為他 講真心話就是說 對蔡壁如而言 他如果在任何一個時間點 拋棄柯文哲 其實對他也不是一件有利的一件事情 那除非柯文哲做到 讓所有人都約 蔡壁如你應該要離開柯文哲了 我覺得那個時候 他在選擇走自己的路 可能會比較適當 當然他現在要選擇的就是 你知道嗎 這個老公就留在家鄉 被婆婆綁住了 然後他就一個人到外地去求生活 所以他就在臺中開槍 開槍辟賭 這樣就好了 好 那因為像是這個 佩君是寶寶心中苦 寶寶不說 然後除非是小草任性 其實綜合來說 三位都是只有一個字嘛 就是一個苦情的角色 對 2024的蔡壁如就是人 不是嗎 對不對 佩君 我覺得他年初做了幾回合 放飛自己 可是效果都不太好 比如說他去像民眾黨的節目 然後脫口了出說 我在選舉的時候 文圈上面有印柯文哲的照片 都發不太出去 柯文哲就說哪有 沒有全部吧 意思就是說 卡包是你自己的問題 尾牙人家說是感恩餐會 那也沒有邀請他 他說可能是距離的美感吧 也沒有人要真心的去跟他解釋 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說我們可能是分眾餐會怎麼樣 反正他 我覺得他試圖想要放飛自己 就是想要說些什麼 可是效果不會 都沒有太好 所以我覺得他接著來 就像這個鳳欣姐講的 他政治的現實上面 他有必須留在民眾黨的考量 那但是實際上要放飛自己 到什麼程度 而不會真的從小草裡面 小草團裡面被竹民出去 我覺得他自己會做一個斷點 所以我覺得他不至於會做出 這個天崩地裂的發言 或者直接劍指這個民眾黨裡面 現在可能主要掌權的幾位女性 我覺得他會默默自己守在一方天地裡面 先盡看接下來的局勢變化 因為2026年的選舉 也許我覺得可能還會有他的角色 所以我不覺得他會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先把自己的路走絕 因為他現在很清楚 為什麼他從台北會到台中去 就是在台北的這個圈 你要想想看 他跟著柯文哲多少年 可是淡初的時間多少年 這兩個比例 你一算就知道誰強誰弱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所以他從年根瑶變成在台中守成的行 年根瑶 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你知道 那對蔡碧瑋來講 我相信他一定已經理解到 現在的所謂的權力核心 可能是他碰不得 也靠近不得 對 遠離權力核心 對 所以不如真的就像他講的 有一點距離的美感 然後先在那個地方養生 修養生息 持音保態 那反正有選上 有政治實力 講話就可以大聲 所以等到2026 也許他又是一展他的這個報復 再重返這個柯P核心的可能 好 這個可是淑慧認為 他是小草 會長現小草任性 但是他是民眾黨之母 那這個 我只能說啦 這個跟柯文哲主席的個性是有關的 柯文哲是一個耳根質很軟的人 這一點他們倒是沒有說錯 對 所以誰跟他進 他就聽誰的 他也會依賴他身邊這些女生們 然後幫他處理這些事情 過去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蔡壁如身邊只有一個蔡壁如 所以他們是長達20幾年的同事情疑 對於一個政治人物來說 大家都知道 從政人最重要就是忠誠 那蔡壁如對他的忠誠無庸置疑 他們兩個一路在台大 是醫生跟護理師 然後到了市政府 是市長跟市長市主任 沒有柯文哲就沒有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對他的忠誠度 是毫無庸置疑的 可是他們兩個 漸行漸遠是什麼時候呢 蔡壁如聽了柯文哲的指派 去當了不分區立委 遠離了柯文哲 丈夫一丈之外就不為夫了 那柯文哲又引進了黃三三 連那個時候後來柯文哲的市長市的辦公室主任 好像也都是黃三三的朋友 所以柯文哲就被一個全新的 兩個女人給包圍了 包括陳世蘭跟黃三三 那你柯文哲耳根子軟到 這麼沒有感情嗎 就是不管怎麼樣 你遇到一些什麼 你還是可以問看看你的老戰友 因為你要知道 只有你的老戰友 沒有那麼強的政治利益的算計 因為他沒有過去的政治包袱 跟政治人脈 他會一心為著你想 但是柯文哲就是一個懶 他在這件事上 他在人際關節處理上是很懶的 我已經跟他聊過說 你們民眾黨怎樣 你怎麼都不處理一下 我懶得去管這個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懶到說 連自己的身邊人被鬥 他也懶得管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自己鬥不過人家 所以蔡壁如就像是野草一樣 但是他韌性很強 所以你把他丟到台中 這麼偏僻的一個海線 他說他一開始去 都不知道誰是誰 但是他在雙北路是什麼 可是你看他也 慢慢的茁壯長大 這就是小草的熱性 當開始的時候 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還沒有決定選區 只決定要下去選的時候 我跟他聊 我說你最適合在雙北選 因為你是一個有聲量的人 那雙北比較有可能是 有聲量就可以選得不錯的人 他跟我講說 我也想啊 可是沒有地方讓我選 怎麼會呢 民眾黨是沒有選將 怎麼會沒有地方讓他選呢 所以到底是誰把他排除到雙北之外 誰把他排到那邊去 然後最後盧市長 慧眼四英雄 是盧市長去找他說 你要不要來這邊選 所以這就很奇怪了 民眾黨明明是找不到選將 而且雙北的票倉是多麼重要 然後又可以有媒體發聲 但是他居然是找不到選區 沒有地方給他選 那戲子不可以嗎 三盧不可以嗎 當時也還沒有李友宇嗎 對啊 三重盧州啊 對 就是像這樣的示範選區 其實當時如果要找一定有 但是就發配邊疆了 但是他也一樣長得很好 那未來這一棵小草 可能下一個要攻鬥的對象 就是黃珊珊跟陳志涵 但我覺得最終還是在柯文哲的態度 你自己要去想一想 跟你從一路甘苦走過來的 跟等你富貴了以後才靠過來的 那如果你永遠只見新人孝 不見舊人哭 就算他是跟小草 他也可能會被踩死的 對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有助抗炎的液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液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